哈喽大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非常常用到的一个AI功能 也就是Photoshop的AI生成 那首先先来跟大家小小的简介一下 这个功能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跟我们之前学过那些Mid Journey之类的 AI生成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首先第一个最大的差异 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所有的现实的照片上面 然后我觉得它的强项跟我们之前讲过的AI绘图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要它平康伸出一张画作 或者是一个人之类的 那是不行的 但是当你今天要它去扩张你的照片 或者是修掉你的路人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强 所以我主要是将Photoshop的AI应用在修图上面 主要是以减法为主 就是不会以家号为主 好那么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Photoshop这个最新的功能 那首先第一点要提到的呢 它跟原本的Photoshop是完全分开的两个App 因为它现在还是一个测试版的功能 所以他们就是特地把它切开来了 就是不要影响到原本的功能 那要如何去下载这款App呢 首先我们去找到Photoshop它的管理程式叫做Creative Cloud 然后在Creative Cloud里面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应用程式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下面有一个Beta版应用程式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Photoshop Beta版 然后我们就安装它 下载完之后呢记得之后你要使用这个AI的功能 就是一定要使用这个Adobe Photoshop Beta版喔 就是这个白色的图示点下去 它就会执行另外一版的Photoshop这样 好那现在呢我们用这张照片来示范喔 因为它有一个路人 那我今天想要清楚这个路人的话呢 我就可以用我刚才讲到的这个AI生成的功能 那首先呢我们先把它圈起来 就是非常随便的圈一下 然后记得连它的影子都要一起圈起来喔 好那我们圈完之后它下面这边呢 有一个生成甜色的功能我们就按下去 这边呢它会要你输入关键字喔 那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中文输入 就是你一定要用英文 那其实如果你不输入任何东西 它会自由发挥 那我们这边呢就讲到 我们第一个非常常用到的Prompt 也就是关键字的部分呢 就是Remove Object 那Remove Object就是移除物品的意思 那为什么要用物品呢 因为我发现这个AI它没有办法分清楚人跟物 所以任何东西对它来说都是物品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试试看 看这个Remove Object的效果 效果真的超级好 而且你到视窗这边往下拉 你就会发现它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你就可以去挑说哪一个你比较喜欢 那这边呢其实差异不大 我就随便选一个喔 例如说这个好了 是不是超级夸张的 它的这个效果真的超好的 就是它会自己去感应说 它这个像素附近的环境是怎样 例如说它知道这个地板是这个材质 然后它的凹脱是不是有逻辑 它都会自己去分辨 所以我会说这个功能最适合用来做减法了 它不太适合用来做夹法 那我们再示范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再来移植后面的这辆脚踏车 还有这边这个人 我们再一样呢把它圈起来喔 然后记得连影子也一起带到 那这一次呢我们一样在用刚才一模一样的关键字 它的效果真的超级好的 就是之前啊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还不太确定说这个 AI它可以用在哪边 然后后来用在修图上面之后 我就觉得真的是发现一片新宇宙 你看完全看不出来有修图过 就是你不仔细看 你不觉得这边怪怪的你知道吗 就是非常完美的融合 然后一样这边呢 往下滑就会看到另外三个选项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说哪一个比较适合 那它生成出来就会像这样子一个涂层 它是可以删除的 就是当你今天关闭之后 它就会显示原本这张图片的样子 它是叠加上去的 所以这样子修图就完成啦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二个用法 就是扩张你的图片 那为什么会需要扩张图片呢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拍摄的当下 我们能取景没有取好啊 或者是某个角度或构图 我们事后不满意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事后修补 假设我今天想要让富士山这张图片 去填满我剩下的这些空白处要怎么做呢 首先呢我们先选取一部分的图片 然后我们反转选取 那反转选取的这些区域 就是等一下我要生成的区域 那为什么我要选到原本的照片的区域呢 因为如果我今天不选取原本照片的区域的话 会让AI没有地方去缓冲 我们等一下可以试看看 就是如果没有缓冲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先来试一下正确的方式喔 其实在风景图的部分 你可以不要输入任何东西 它也会非常聪明的帮你自己生成 所以我们先来试看看 不要输入任何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 完全看不出任何瑕疵 然后一样我们可以在旁边这边 去选取不一样的构图 那如果你今天不满意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提示这边 再按一次这个生成 它就又会再生成不一样的结果出来喔 好那我们先来试看看 当然如果我今天不给AI任何余地 就是我只选取旁边的两块空白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就会有一个切割感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就是不要全部悬满 就是让AI有点空间去发挥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试验第三张图片了 就是如果我今天想要移除这个巴士 我就一样把这个巴士选起来 那我们一样呢 来生成填色喔 那我们这次的指令呢 一样先用Remove Object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不同的结果 我觉得这一张可能会比较自然一点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已经修过图的地方 继续再修图喔 例如说 我可能不满意这个马路 好像看起来怪怪的 对不对 我就是再把它圈起来 然后接着呢 我觉得这个人形道 它的直线 并没有处理的很好 所以我可以再继续修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关键是呢 因为我不是要移除这个人形道 所以我就是可以指定给它说 我要生成人形道 大家看一下前后的差异 就是原本我不满意 这边的直线处理的不好 那现在呢 处理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条直线 所以它其实是为了去抓你图片的整个逻辑 然后去帮你生成你要生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还蛮不错 因为我之前有修过像是 楼梯啊 那种很复杂的建筑构造 其实它都是可以抓到里面的逻辑性的 只是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抓到它的习性 然后自从我用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我觉得大家之后在Instagram上面看到的图片 可能百分之八九十 可能现在就已经是了 八九十就是已经有修过图片 或者是有部分AI生成的那种图片内容在里面 大家以后呢可能就是会进到一个 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的世界 不过必须要说这个功能就是还蛮好玩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订阅Photoshop的话呢 可以赶快来玩玩看这个功能喔 就是真的会省去很多你修图的时间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用的关键字 也欢迎在下方分享给我喔 然后最后呢也要记得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有在玩摄影啊修图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对生活化内容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喔 拜拜